木瓜含多種營養 不僅可以幫助降低發炎的機率 亦可以防止動物觸氧硬化 保持血管健康 又有助護眼 提升免疫力 甚至幫助人體 對抗致癌的自由基 不過有四類人 是不宜進食木瓜 分別是腎病患者 乳膠過敏人士 腸胃不好的人 和孕婦 除了以上四類人 要小心進食之外 凶肚食木瓜 亦有機會造成腸胃黏膜的刺激 因此建議 木瓜應該要飯後食 不少人 可能都試過 視線出現會猶疑的東西 甚至是一片波紋 醫學上 會將這些干擾叫做飛蚊 美國科學期刊曾發表 來自台灣一間大學的研究報告 說食菠蘿 可以醫治飛蚊症 這個研究用了三年時間 追蹤388個飛蚊症患者 等他們每天吃100克 至300克的新鮮菠蘿 三個月之後 奉用100克 200克 和300克的三個組別中 分別有5x5 6x6 和7x5的患者 認為症狀有改善 研究團隊的理據是 菠蘿含有某種酵素 可以透過分解眼球中的膠原纖維 令到飛蚊消失 但報告一出 直接引來醫學界的陰面土質疑 日本著名眼科醫生 美援一人就明確說 人體並不會直接吸收 性物中的酵素 性物中的酵素 會經分解進入血液 雖然眼球周圍有血管 但大部分的養分 也很難進入眼球 所以靠性物中的酵素 去分解眼球中的膠原纖維 是個極大的謬誤 美援醫生說 人不會適應這些飛蚊 漸漸就不會覺得他們的存在 因為菠蘿療法 可能只是起了安慰劑的作用 其實當眼前出現飛蚊 轉動一下眼球 亦都可以令飛蚊 暫時離開視線 麵包的保存時間短 有時天時熱又潮濕 明明保質期未過 但麵包就已經變壞 今次記者 就實察了 將麵包放入冰箱的方法 據說這個方法 比普通放冰箱更加有效 實驗結果相當成功 放冰箱一個月的麵包 最後仍然是新鮮軟素 但吃下去 就有一陣雪藏味 將麵包放入冰箱或冰箱 可以有效增加它的保存時間 但專家就說 這個不是最好的方法 德國營養專家 比爾吉特布倫德爾 在英國的每日快報上 分享了關於麵包保存的看法 他說當麵包在0度左右 或者以下的低溫保存時 水份會上升到麵包皮表面 並且蒸發 導致風味發生變化 而用紙袋或膠袋包裝保存 亦都不理想 他說空氣流通 對於麵包的保質 是至關重要 而膠袋的空氣流動性差 減慢麵包乾燥的速度 從而增加水份積聚 以及發毛的風險 而紙袋 會吸收麵包中的水份 導致麵包更快變乾 肚瓷和肚瓷是儲存麵包的最佳容器 由於肚瓷 屬於透氣的材質 可以令空氣流通 而且令到濕度保持平均的水平 近日哈佛醫學院生物學家 健康衰老研究學者辛克雷 在美國新聞媒體受訪時表示 自己在過去10年 嘗試改變固有的生活習慣 減慢身體老化的程度 其後更發現自己的生理年齡 一直在降低 究竟是用了什麼方法呢? 首先 是早上飲檸檬水 幫身體補充水分 加速生存代謝 不過檸檬水裡面的酸性物質 會令到牙齒變黃 和深色牙齒的發狼質 所以飲完之後不會立刻拆牙 第二 就是吃含有多酸的乳酪 多酸可以抑制癌細胞的增長 保護肌膚 配搭維他命C和維他命E 有增加抗氧化的功效 第三就是飲綠茶 第四就是用椰子油朗口 由於晚上睡覺時 口看會積聚很多細菌 所以早上用椰子油朗口 可以利用油 負著性高的特性 達到升聚口看細菌 和排毒的功效 不少明星藝人 好像容祖兒和鄭秀文都有這樣做 不過 目前沒有大規模的科學研究 支持這一種說法 最後就是站在這裡工作 新客來在哈佛的辦公室和家 都放了一張站在這裡工作的工作桌 站立可以幫助燃燒更加多的卡路里 改善葡萄糖代謝和肌肉收縮 改善血液循環 減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有不少人都喜愛黑巧克力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以下五大族群 最好小食微妙 第一 8歲以下的孩童 他們對咖啡因代謝交慢 吃了含咖啡因的巧克力 可能會過度亢奮 沒有那麼容易分 第二 容易胃灼熱的人 朱古力含有至少四種 引起不滿鬆弛的物質 容易有發胃食到液流 第三 懷孕和暴雨的婦女 攝取過量含咖啡因的朱古力 會影響胎兒或者嬰兒的腦部發育 第四 容易頭痛的人 朱古力含有樂安酸 是引發頭痛的罪灰禍手 第五 三高患者和肥胖的人 月純的黑朱古力 熱量都相對較高 攝取足夠的鈣質 可以維持骨質的健康 避免骨質疏鬆 骨折等問題 另外補充足夠的鈣 可以維持血液型結 肌肉收縮 神經傳導 賀爾蒙分泌等重要的生理功能 不過應該怎樣補鈣呢? 台灣營養師將語氣 就整理出三大補鈣迷思 一講到補鈣 大家普遍都會想到 從飲食著手 好似奶類和豆類製品 而豆漿就是其中一種 不過其實豆漿的鈣含量 只要有牛奶的十分之一 如果要補鈣 他建議都是喝牛奶比較好 另外 辣椰或者奶茶 雖然含有牛奶的成分 不過會導致鈣和單磷酸結合 減少鈣質的吸收 如果真的要喝咖啡和茶 他建議和鈣質的補充 最好隔30分鐘至1小時 最後很多人認為吃什麼補什麼 如果缺鈣 可以食骨補骨 例如飲大骨湯 張宇希就說 但骨湯的鈣含量其實極少 反而會增加脂肪和飄零的攝入 導致麻腺病發生的風險提升 台灣由醫師分享 曾經收治過一名50多歲的男性 他長年受到沉麻診所苦 發作的部位遍佈全身 因為患者日常壓力大 導致免疫力低下 醫師表明 常見的沉麻診發作原因 有飲食和皮膚接觸 而在飲食方面 尤其是要特別注意芒果、細瓜 他們是最常見而且嚴重的食物過敏員 過敏者吃了之後 很有可能會誘發皮膚症狀 例如沉麻診發作 另外 荔枝建議一天吃兩顆 車尼茄、奇異果、菠蘿和士多比利等 這些都是屬於多花果類的水果 亦是過敏員之一 建議少量攝取 醫生說我最近血糖高 但我不想吃藥 可否改食苦瓜降血糖? 台灣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營養師 賴秀兒表示 一般人擔心藥物傷身 而對於糖尿病的人而言 在正規的治療下 苦瓜作為輔助性的療法 對於慢性併發症的預防 可能會有好處 但從臨床的試驗看 苦瓜降血糖的作用 遠不如藥物 無法取代藥物治療 只可以作為輔助 上海驚小狗mek 剛剛吃完飯,你卻會點餓 不是因為你食量變大 而是你可能選錯食物 台灣營養師珊珊說其實吃飯也有秘訣 他舉例,如果午餐吃了肉筋飯或麵 被糖分爆飆 而蛋白質和蔬菜極少的情況下 九成九的人下午都肯定會餓 之後可能會叫手搖飲品 或者甜點麵包作下午茶 但吃了這些精緻澱粉 過了不久又會餓 是一個惡性循環 他教路 每餐都要有優質的蛋白質 可以提升飽足感 而且盡量減少精緻澱粉 避免血糖波動 又可以吃多些蔬菜水果 提升飽足感之餘 又可以幫助腸胃愈動 最後就是減少隱藏的糖分 不少加工的食品和調味料 可能都會有隱藏的糖分